今年的金钟评审很市场性 就是我从这次的入围名单来观察 其实以前我们会觉得好像 金钟评审比较偏爱一些 比较主旋律或者主题意识 比较强烈的剧 可是你发现 我发现这次的入围名单 就是戏剧或迷你剧 几乎都是在OTT上可以看到 然后也是很多台联播的 对我就发现 他们慢慢已经跟市场接轨了 对我觉得从中间我们都是 是慢慢我们等一下来分析 大概有几大亮点这样子 但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评审团主席 因为并且他们有一个主席 主委这个角度 是不是因为可能今年是 今年是薛胜芬 他本人是比较是靠近市场 他非常想见你的制作人嘛 对所以你就知道 对所以你就知道 他一定是跟市场走在一起的 对所以我觉得今年的金钟评审 让我很惊喜 就是说你终于没有脱钩了 对就是我们终于是可以 大家喜欢看的剧 然后呼声很高也爱 然后你金钟评审也肯定 对就不是单独 像以前好像就是很艺术性的东西 我记得有一年好像 华登书上入围很多大奖 可是他最后却什么奖都没得 对然后反而是没有入围的 所有技术奖项 什么都没有入围的 最后反而得了那个大奖 对可能他就是因为主题意识强烈啊 或什么比较吸引人比较吸引评审 对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没有这个情况 对对我觉得蛮好的 就比如说我们来看今年的金钟名单 就是说戏剧名单上 你看不良执念 他是在爱奇艺播出 有生之年在Netflix 对此时此刻也是 然后美食无间也是 华丽计程车也是 你就看其实这几部戏几乎都是 我们在国际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对那你就发现其实台剧 为什么慢慢走向这一步 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拍剧 在传统电视台那你可能 在海外市场会受限 因为你的题材 可是现在因为你有韩国市场竞争 好莱坞市场竞争 日韩加入 你必须要提升你的制作能量 所以你在制作费上也会相对提高 对所以你必须要寻求这些国际平台的认可 对如果你没有 你可能就是海外回收很难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今年的第一个亮点 就是很多平台上面 几乎在国际平台都有看得到